各位朋友在英文教室 常见错误篇 你的解说非常详细 如果我们用这样子写 Your explanation is very detailed 有没有错 Your explanation is very detailed 你的解释 Explanation解释 是非常的有细节的 哪里错 许多人担心最近的经济走势 会不会担心股票下跌 经济变差 A lot of people worry the economic in the near future 许多人担心 这个经济 在最近的将来 A lot of people worry the economic in the near future 哪里错 这支笔很漂亮 我讲你喜欢吗 The pn is pretty Do you like? 那支笔呢 当然我们这边写这支 这边是那支 这倒没关系 就写错了 The pn is pretty 或者beautiful也可以 或者gorgeous 或者awesome 所以英文形容很漂亮 很棒的字 Terrafic很多 就至少 我大概想得到 可以写得出来的 至少有30个吧 就是很棒的 Do you like? 你喜欢吗? 我们在介绍人的时候 这位是我们的销售经理 Fanny She's our sales manager Fanny Fanny是我们的销售经理 She's our sales manager Fanny 看起来很顺 你可以写下来吗? Could you write down? 你可以写下来吗? 我们再看看 这时候你再想想看 哪些出问题 哪个字出问题 哪里出问题 你的解说非常详细 Your explanation is very detailed A lot of people worry The economic in the near future That pian is pretty Do you like it? She's our sales manager Fanny Could you write down? 我们看看问题出哪里 你的解说非常详细 Your explanation is very detailed 为什么加一地呢? 因为我们说详细 所以我们中文跟英文 表达方式不一样 我们说你的解说非常详细 中文可以接受 可在英文呢 要说很详细的 它形容词 详细的是形容什么呢? 形容 explanation 你的解说 详细什么 详细不是在解释非常 你的 你的好像也对不是 它是详细 解说详细 但是英文里面 不能说解说详细 要解说详细的 当然如果这个解说是动词 就要变详细的 所以英文很重视这个 词性 就是应该讲自性 所以我们讲词性 这个也不太好 应该叫自性 因为它单字 字的性质 而不是词 词是两个字以上 所以当初不知道怎么翻的 所以你这个 解释是很详细的 因为形容词才能形容名词 因为名词动词 它本身不形容 所以形容词 形容名词 还有副词形容动词 形容形容词 形容其他的副词 所以有装饰的 有修饰的 有形容的 只有形容词跟副词 所以这边 那detail是名词 所以你不能讲 你的解释 是详细 外观听不懂 两个名词 所以加ed 所以动词呢 加ed 它当然可以是过去 是过去分词 但是它也可以变成形容词 所以动词加ed 或加ing 它可以变 形容词 但是ing有时候 又可以变多一个 变成名词 所以我们这边 要加形容词 就是名词后面加ed 因为detail 它也可以是名词 也可以是用动词 detail的 许多人担心 最近的经济走势 A lot of people worry the economy in the near future 担心最近的 当然这个话 也会产生歧义 就是变得 好像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以后会 在最近的家来会担心 所以这个话 这个句子造的 有点瑕疵 那担心经济呢 是经济是economy 不是economic 这又是词性的问题 economic是形容词 经济的 省钱的 划算的 它也有economic 又economical 都是形容词 但意思 精确讲是有点不太一样 economy是经济 所以很多人担心 近期的经济走势 而不是 当然我们经济走势 好像我们可以翻成 这个意思 经济的走势 用中文讲 OK 可是在句子的 在英文结构 就是economy 走势是中文翻出来的 英文没有走势 就是经济 担心经济 所以英文是担心经济 中文可以翻成经济的走势 经济的发展等等 所以这边有名词 用economy 不用形容词economic 它那个另外一个形容词economical 它副词是economically 那经济就没有动词 就没有什么变成经济 就没有了 没有什么economize 没有 这支笔 那支笔很漂亮 你喜欢吗 但pain is pretty do you like it 喜不喜欢 后面要加一个寿词 你喜欢玛丽吗 喜欢他吗 喜欢我吗 英文你习惯里面要有个 喜欢什么东西 你不能说do you like 你喜欢吗 中文来讲没问题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 不能用中文思考 来看英文 中文 你喜欢吗 可以 英文 一定要你喜欢什么东西啊 你喜欢他吗 有生命的他 无生命的他 一定要后面加一个寿词 所以动词后面的叫寿词 thatpain is pretty do you like it 一定要加一个it 这个不能省略 介绍某人的时候 这位是我们销售经理 Fanny 我们不能说 she is our sales 要说 this is our sales manager Fanny 那为什么呢 你说 Fanny不是女的他吗 用she有什么不对呢 这就是英文很奇怪 明明就对啊 因为英文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啊 就是说 它其实有两个隐含意思 一个就是说 she is 什么东西 就是有可能不认识他 但是你介绍 你一定认识Fanny嘛 所以this is our sales 这位是 那通常在英文的观念里面 这位是谁 就是说 我会认识他 但是说他 可能认识可能不认识 所以这种观念 用中文不好解释 那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 他是什么呢 就是说 像我们打电话 我们不会讲 比如说 我的名叫Ronald 那我们不讲 I'm Ronald 那我讲 This is Ronald speaking 就是 这是 就是很客观的表示 这位是 这我们没有 没有主观的立场 没有说 他是谁 他是谁 好像 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这位是很客观的 很客观的 讲这位是 所以这两个观念 都是 中文比较谬的 那反正就是 记得 就是说 我们在 自己在 接电话的时候 或者在介绍的时候 我们就说 不管是男的他 女的他 或什么东西 就我们不要讲 She is 这个文法上没错误 中文觉得 合金合理 但是这是 一个语言的 英文的语言的习惯 所以我们学英文 就是入境随俗 有些东西 我们觉得没什么道理 可是大家都 外国人都这样讲 那他们有他们的逻辑 我们必须要 跟着他们的逻辑 那同样的 外国人学中文 他可能用英文想法 觉得我们有些中文讲法 没什么道理 可他也要 入境随俗 这个语言 这个 讲习惯就最大 你要学 你就是要入境随俗 这没办法 所以我们介绍人 就说 This is ourself manage 我们用this is 但是不能用 that is 一定要用this is 而不要用 she is 或he is 你可以写下来吗 Could you write it down 你看又是要受词 像前面的这个 Do you like it 一定要加一个 like后面加一个受词 write 你要把它写下来 不然你用 你用这个 Could you write it down 那老外会想说 写什么东西啊 write it down 他就会卡在那边 写什么东西 write it down 把它写下来 所以这个是 很小的一个细节 可是就是 牵涉到英文的 基本的一种 习惯 Could you write it down 一定要加一个it 像这种 不能省略 我目前八个YouTube频道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我们把这个正确念一下 我们就是 就是避免一些错误 好 你的解说非常详细 详细 英文是详细的 它修饰名词解说 详细的就要用 Your explanation very detailed 这个详细的 detail是名词 详细 detailed 详细的 所以那个 所以词性 大家一定要 要有这种概念 名词呢 动词这两个最多 然后形容词 副词 这四个加起来是最多 然后其他一大堆 介细词 代名词 还有关系代名词 感叹词 这个介细是一堆 至少 反正大概超过十个 没问题 但每一个文法学家的 界定不一样 以前最早讲 巴纳词性 后来又不止九个十个 十一个十二个 都可以 都有人讲 a lot of people worry the economy in the near future 他们关心经济 经济是名词 要economy 不能用形容词 that pain is pretty do you like it 喜不喜欢 一下加一个yet 这个不能省略 我们在介绍的人的时候 要说this is 不要用she is they are he is this is 这是一个习惯 could you write it down 能不能写下来 write 一定后面加个it write it down 不能直接写write down 这种每一集 教五个大家常犯的错误 看多了以后 你的错误就会越来越少 恭喜各位 讲到这里 对 谢谢大家